我爱人现在不在家 我爱人现在不在家 那位先生是他的丈夫 那位先生是他的丈夫 我妻子会说英语 田中和夫人一起去中国访问了 田中和夫人一起去中国访问了 我在这个城市一个亲戚都没有 很寂寞 我在这个城市一个亲戚都没有 很寂寞 6月1号国际儿童节 是所有儿童的节日 6月1号国际儿童节 是所有儿童的节日 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帅 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帅 那个姑娘很漂亮 那个姑娘很漂亮 那位老人已经八十多了 但是身体还是非常健康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故乡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故乡 电视台使用卫星转播电视节目 电视台使用卫星转播电视节目 空中飘着一个大气球 空中飘着一个大气球 中国西北部的气象条件不太好 中国西北部的气象条件不太好 北京穿天的气候怎么样 北京穿天的气候怎么样 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自然灾害发生 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自然灾害发生 今天的分力有五级 要注意防火 今天的分力有五级 要注意防火 我们的教室里阳光充足 我们的教室里阳光充足 明天的天气是多云 有小雨 明天的天气是多云 有小雨 你就不要在火上加油了 你就不要在火上加油了 厨房里冒烟了 是不是着火了 厨房里冒烟了 是不是着火了 这个房间的光线很充足 这个房间的光线很充足 太阳的光辉是生命的基础 太阳的光辉是生命的基础 让我们一起创造光辉的未来吧 让我们一起创造光辉的未来吧 他把这块地买下来了 他把这块地买下来了 土地对农民非常重要 土地对农民非常重要 火车站附近新建了一个地下商场 火车站附近新建了一个地下商场 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二十年 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二十年 那面墙上有一个洞 那面墙上有一个洞 沙漠里基本不长植物 沙漠里基本不长植物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见过海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见过海 两个城市之间隔了一条江 两个城市之间隔了一条江 这个湖的面积很大 这个湖的面积很大 你已经习惯新的生活环境了吗? 你已经习惯新的生活环境了吗? 听说北海道的风景特别美 听说北海道的风景特别美 那时的情景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着 他在外国待了三十年后又回到了祖国 他在外国待了三十年后又回到了祖国 我家住在西城区 我家住在西城区 这个地区物价比较便宜 地震发生后 他们马上把移民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地震发生后 他们马上把移民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 我想给外地的朋友记一本杂志 当地人一定不会买那么贵的东西 当地人一定不会买那么贵的东西 中国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多 中国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多 田里的小麦长得非常好 田里的小麦长得非常好 收发短信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收发短信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请坐在指定的位置上 请坐在指定的位置上 湖的中央有一个亭子 湖的中央有一个亭子 西方文化在日本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西方文化在日本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 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 他背后站着两个小孩 他背后站着两个小孩 这堆包纸底下有什么东西 这堆包纸底下有什么东西 请向左看 请向左看 去邮局 在前面的路口向右拐 去邮局 去邮局 在前面的路口向右拐 门外站着两个不认识的人 门外站着两个不认识的人 这是内部秘密 不能外传 这是内部秘密 不能外传 箱子里面装的是我的换洗衣服 箱子里面装的是我的换洗衣服 这栋楼从外面看很结实 这栋楼从外面看很结实 他们俩表面上关系很好 他们俩表面上关系很好 路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 路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 绕大学的操场跑一周是500米 绕大学的操场跑一周是500米 上周已经开始上课了 上周已经开始上课了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现在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 现在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 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有了新发展 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有了新发展 吃饭之前要洗手 吃饭之前要洗手 大雨之后 大雨之后河水水位迅速上升了 大雨之后河水水位迅速上升了 小王的英语水平在我之上 小王的英语水平在我之上 相比之下还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省电 相比之下还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省电 我每天要睡七个钟头才行 我每天要睡七个钟头才行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乐观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乐观 那家饭店得事先预定 那家饭店得事先预定 他上了年纪经历不如从前了 他上了年纪经历不如从前了 当时我还不懂日本的生活习惯 当时我还不懂日本的生活习惯 我一时走不开 你先去吧 我一时走不开 你先去吧 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我暂时没有去外国留学的打算 我暂时没有去外国留学的打算 他是一个有前途的青年 他是一个有前途的青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他很喜欢穿中国古代的服装照相 他很喜欢穿中国古代的服装照相 到公元205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超过15亿 到公元205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超过15亿 我和他最初是在中国认识的 我和他最初是在中国认识的 去北京出差的日期还没定 去北京出差的日期还没定 去法国旅游的日程我已经安排好了 去法国旅游的日程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这个假期打算去哪里旅游 你这个假期打算去哪里旅游 爸爸一到假日就去钓鱼 爸爸一到假日就去钓鱼 现在是看樱花的好季节 现在是看樱花的好季节 我昨天夜里睡得很好 我昨天夜里睡得很好 香港夜晚的景色非常美 香港夜晚的景色非常美 你整天在家干什么呢 你整天在家干什么呢 动物植物等都是生物 动物植物等都是生物 一只蜜蜂停在了他的头上 一只蜜蜂停在了他的头上 他是属龙的 我是属猪的 这种西瓜不好吃 皮太厚 这种西瓜不好吃 皮太厚 这是一种很珍贵的植物 这是一种很珍贵的植物 我们应该爱护公园里的一草一木 我们应该爱护公园里的一草一木 熊猫的主要食物是竹子 熊猫的主要食物是竹子 你顺便帮我买一点花的种子好吗 你顺便帮我买一点花的种子好吗 春风吹绿了树上的叶子 春风吹绿了树上的叶子 森林有调节气候的作用 森林有调节气候的作用 我家就在那一片树林旁边 我家就在那一片树林旁边 这种食物对胃不好 这种食物对胃不好 现在不会为买不起粮食发愁了 现在不会为买不起粮食发愁了 北方山区不适合种水稻 北方山区不适合种水稻 南方人的主食是大米 南方人的主食是大米 中国北方主要生产小麦和玉米 中国北方主要生产小麦和玉米 我用土豆可以做很多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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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喜欢吃白菜 我不太喜欢吃白菜 这是用鱼肉做的香肠 这是用鱼肉做的香肠 最近吃生鱼片在中国很流行 我要吃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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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买点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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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往菜里放一点盐 请往菜里放一点盐 炒菜 炒菜多放点油 好吃 炒菜多放点油 好吃 这种食品很有营养 这种食品很有营养 我准备好早餐了 我准备好早餐了 这附近有上海餐馆吗 这附近有上海餐馆吗 他经常在饭馆里吃午饭 他经常在饭馆里吃午饭 有日语的菜单吗 有日语的菜单吗 这附近有卖日用品的商店吗 这附近有卖日用品的商店吗 那把刀不快你用这把吧 那把刀不快你用这把吧 对不起请把那个碟子递给我 对不起请把那个碟子递给我 我要去超市买一个牙刷 我要去超市买一个牙刷 女孩子们都喜欢照镜子 女孩子们都喜欢照镜子 她总是带两条手卷 她总是带两条手卷 过生日的时候 妹妹送给我一副手套 过生日的时候 妹妹送给我一副手套 她围着红围巾 她围着红围巾 外边冷 出门时别忘了穿上衣 外边冷 出门时别忘了穿上衣 她为新房子买了一套新家具 她为新房子买了一套新家具 请把灯打开 请把灯打开 这面棋子是用布做的 这面棋子是用布做的 学生们按照老师的要求 每天用外语写日记 学生们按照老师的要求 每天用外语写日记 我每天都看日报 我每天都看日报 爷爷每天跟着收音机 学英语 爷爷每天跟着收音机学英语 他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了 他在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了 我喜欢看电视剧 我喜欢看电视剧 对不起 我把钥匙忘在房间了 对不起 我把钥匙忘在房间了 我想租一间房子 我想租一间房子 太热了 洗个鳞浴凉快凉快吧 太热了 洗个鳞浴凉快凉快吧 男同学的洗澡间在宿舍的一层 男同学的洗澡间在宿舍的一层 这个地区的通讯事业发展得很快 这个地区的通讯事业发展得很快 我想打一份电报 我想打一份电报 他每天要收到一百多封电子邮件 他每天要收到一百多封电子邮件 我住的地方交通不太方便 我住的地方交通不太方便 最近几年我的家乡新修了不少道路 最近几年我的家乡新修了不少道路 公路上停着几辆大卡车 公路上停着几辆大卡车 照着这个路线走不会有问题吧 照着这个路线走不会有问题吧 这种卡车是日本生产的 这种卡车是日本生产的 你去东京的机票订好了吗 你去东京的机票订好了吗 我想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我想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旅客们陆续地走进了车站 旅客们陆续地走进了车站 请乘客们排队上车 请乘客们排队上车 物质有三种状态 物质有三种状态 银是一种贵重金属 银是一种贵重金属 铜常常被用来铸造货币 银是一种最常见的金属 铁是一种最常见的金属 铁是一种最常见的金属 银是一种最常见的金属 现代社会需要大量的能源 物价上涨是因为石油、原料等价格上涨了 物价上涨是因为石油、原料等价格上涨了 汽油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汽油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节约用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节约用电 请问申请签证要什么材料 请问申请签证要什么材料 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 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 北京图书馆里有很多珍贵的资料 北京图书馆里有很多珍贵的资料 我们在森林里用木头搭了一间小屋 我们在森林里用木头搭了一间小屋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石头加工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石头加工 刮了一天大风 屋里到处都是土 刮了一天大风 屋里到处都是土 这个人真土 这个人真土 水泥是一种建筑材料 水泥是一种建筑材料 今天下午我们要打扫卫生擦玻璃 今天下午我们要打扫卫生擦玻璃 这个杯子是塑料的 这个杯子是塑料的